新年将至,内政部国家公园署的台江国家公园管理处打造以保护鸟种黑面皮鹿为主题的春联与红包,一共有9款桃烧版画, 期望透过这样的方式让大众了解和体验在台江渡东的黑面皮鹿与湿地生态。 他们把黑面皮鹿与创新意向带进传统节庆中, 邀请公众于1月27日与28日参加在七股黑面皮鹿赏鸟亭举行的春联与红包带手作活动。 台江国家公园的余温广阔湿地是保护区中黑面皮鹿渡东的主要地区。 年复一年,他们一直在推动黑面皮鹿的保护工作,聊种数量逐年增加。 在冬天,七股黑面皮鹿赏鸟亭成了最佳的赏鸟地点。 在春节将临的期间,他们于1月27日与28日邀请大众参加春联与红包带手作活动, 希望能够在新的一年中共同保护黑面皮鹿。 这次的活动不需要报名,活动时间从早上10点开始到下午4点, 有意参加的人只需前往七股黑面皮鹿赏鸟亭即可。 每个参与者可以制作两个红包带或一个斗方春联。